观察市场行为 品味 多空谱变化 大刀之间 财富战免 大家好 欢迎来到JB频道 好 目前的位置 比特币的方 昨天的价格是非常非常剧烈 而且非常戏剧化的 一波拉正之后 马上话门打下来 当前的位置能够去做多吗 还是应该等待反来空塌 好 我们就谈谈话题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点击我们的影片 下方链接在我们社群 一些比较关键的分析 一些急事的补充 都这边非常重要 Discord社区 Telegram 都是免费的 好 点击个加入了 好 点击之后呢 打开 开启之后 你看到我们Discord社区 Discord这边 写不太详细啊 我们这有条件什么的 加入会员条件 点击打开之后呢 这边 你用我们的链接码 这讲不太详细啊 福利啊什么的 好 用这个链接码 点击注册账号之后呢 入金至少1000U 然后把你的UID BuyBit UID啊 这边输入 好 就可以了 这边的话会人工审核 帮你审核过 那如果嫌麻烦了 你可以自己私聊我 怎么做 你可以这个 影片下方 第三个链接 电报私聊我 这就可以了 好 那以上要介绍 我看一下盘面 看一下 重点盘面嘛 好 我们事不宜迟看一下 当前为止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状况 昨天的情况其实怎么样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简单小复盘 好 用这个回放红等啊 昨天一波快速拉升 它是突破原本的这个 真位 对不对 真位突破了 突破之后 价格并没有再次突破 这个区间最高价 以这个位置 没有突破 然后在这边横盘之后呢 暴跌了嘛 我们昨天其实有这样 讲到这个可能性 我们看一下 准备社区也有发过 影片有讲过 就这里嘛 这个嘛 宰服区间 放了恰破 为右侧 做空机会 虽然这个做空当下 并没有直接去 给到 但是我们 社区还是很多朋友 做到这样的利益的 还真不错 大家有学习到这样精神 看自己读盘 自己学习到 教育这还是要 还是不能完全依赖别的吗 虽然这种自动跟单 什么自动 带单 说实在话 对用户本身啊 客户本身而言 没有什么好的帮助 毕竟 技术刷掌握在自己手上的 永远期待别人喂你饭吃 把饭挖起来 喂到你嘴里 那别人不喂你了 或别人 喂到你不喜欢吃东西 或怎么样 那你吃下去吗 懂是吧 所以 真正的资格非常重要 问题就是 你自己还是要真的学习到 这些知识 这些技巧 那这样社区可以学习到 好 那我们再过去好了 当当时啊 你看突破之后 它是构建了一个小区间吗 窄区间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15分钟图啊 15分钟图 当时情况 其实这样的 好 它走了一个 它其实走一个楔形 走了一个小幅的楔形 小幅的楔形之后 楔形 然后楔形跌破 对不对 它现在非常小的楔形 跌破之后回弹 回弹不破高一点 然后就 放量的跌破 最低价 对不对 开始 这边开始中呢 就放量下跌了 所以如果你是要做空啊 最好一个右侧位置 会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跌破了 自整个区间的一个价格的时候 你说做一个介入 那它这里就是一个小的真理区吗 跌破了 还是做一个复盘 好 我们把它这个删除 那当前的位置啊 昨天是做了一个积跌吗 那当前的位置 是又再一次来测试我们这个 这样一个支撑位 哪个位置 看这里 一万八千六百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啊 四小时图 你看你非常明确的看出来 这个价位呢 除了第一次 这是一个止跌吗 然后呢 构建一个反弹信号 回彩球率上涨 一二三 第四次啊 触碰 短期内呢 一二三四碰了接近第五次 目前第五次 短期内啊 在近期的 九天之内 触碰一万八千六百 已经高达第六次 第五次 那这个价位啊 大概率是跌破了 大概是跌破了 那 目前的一个增结点 就是 它是 会有一个收敛周 再跌破 还是直接就他妈直接破了 那基本上呢 短期的位置啊 这个地方 我个人认为啊 你要做短多 风险是相当大了 相当大的 那如果你要去做空的话呢 当前位置是不适合 等待反弹空 或是价格 放弹跌破 这个低点的时候呢 你做一个右侧的介入 比如放弹跌破 一八一五三 跌破你直接追 直接追进去 因为这边绝对是有理由啊 或是有机会啊 去引领不航金下去的 所以当前的位置呢 非常关键了 反弹如果弹不上去 直接灌破 右侧直接空 如果弹不上去啊 弹不上去 如果弹不上去的话 跌破 你直接在这个价位 空进去 等于是吧 空进去 好 直接空进去 空在这个 这个跌破价位嘛 那如果我说 他也没跌破 先不介入 那大有可能啊 这边再继续洗盘 洗盘来讲对 食堂是感受非常差的 用洗盘 洗盘 踩破 对不对 所以当前的位置啊 你需要等待 等待价格 确实跌破 你在这一路 当然 如果你高位空单 就昨天 这里空到的朋友 空到的朋友 当前加油 你是可以做 考虑先持有 是没有问题的 昨天我也是 只有做到 那个 以下单的空啊 大概是空在 这个1378的位置 目前是在1283 所以也是有一段 还不错的盈利 好 所以目前啊 这是比特币的情况 比特币的 位置啊 已经非常关键 你看这个价位 碰多少次啊 多少次啊 碰多少次啊 这边好像只跌了 突破回车拉伸 拉伸之后 又暴跌 急跌 这里呢 这个急跌啊 他就好像是一个 又给多头记重拳了 这边 低一点这个位置啊 已经触碰了短期第五次了 所以我个人为 在短期上 是会跌破的 所以 基本上短期 就是看他有反弹之后 反弹蓄势再跌破 或是直接爆破 这两个可能性最大 那 如果说他能突破这高点 那么空头失败了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 反弹上来 你左侧去接空的话 你的止损就参考20383 这个价位就可以了 这个价位 只要突破 要止损 对不对 好 所以短期还是非常清晰的 反弹空差 或是跌破直接追空 就这样子 好 这是比特币 那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价位的话 一样看一下 目前来说的话 也是一样的 以太坊这个1280价位啊 你看 这里是哪个价位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 这是我们前箱底顶部 对不对 看好死不死 就是这个位置 这里嘛 这里嘛 对不对 然后看 撑一次 这里 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支阻互换的一个价位 是非常明确明显的 就这里 大概1270 1280左右 这个价位 你可以算125 应该1280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窄区间 如果被跌破啊 这是油流远发暴跌的 所以基本上看比特币就可以了 比特币如果说 放量的 跌破了 18600 那以太坊的大跌率也是会延续的吗 就直接延续下跌了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反弹 考虑空谈 那你的止损呢 就放在最高价可以了 你可以把这个止损到最高价 昨天最高价 看一下这个精确价格是在 1400整 1400整数位 这个价位只要不突破 那都是有机会 做一个下列延续 好 以太坊一样 短期你是看一个收链收链跌破 或者说这边直接光破 就看比特币的 它是怎么表态 目前短期啊 比特币这个价位已经充分太多次 基本上 大概率没有去测试这个17.5的价格 没有去测试 比如说这边跌破 收回 没有做这样动作 基本上短期 我不认为这边只能撑住 大概率之后会跌破 所以 是我们在准备好你的仓位 准备好你的机会 价格一出来 如果手上没有空单 右侧直接跌破 肯定是有机会 可以有理由追空的 因为是有机会赢一步行情嘛 跌破 如果直接灌破下去的话 那就直接下去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当成为这番关键 尤其这一周啊 很可能这一周就要出行情了 所以拭目以待 但重要 那这是比特币 以太坊比特币 目前讲的话 以太坊昨天 我们大级别看 昨天它也并没有去测试到这样一个低点 对不对 还没测试到 没有测试到之前呢 它就下跌了 再短级别来看 昨天日线也是收了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实质型 一个垂流线 看 垂流线 这个垂流线 快看空了 看 那 在短级别看到 它也是一个上拉后 你看 熊市就很多这种 很多很多这种结构啊 就是突破前高 对不对 短期突破前高 但是未能突破更上面 更主要的阻力区 我们就讲过很多次嘛 这边没突破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突破 那这一串 它就是个明显的又多了嘛 对不对 这一串就又多了嘛 这一整块就又多了嘛 是不是 是不是 OK 那我们近期是开到指标啊 就是我们有开发一套JB的这个JB Crypto 来判断 给予这个盘面啊 一个客观性的一个叫什么 支组 参考的位置 基本上是参考转折点和这个突破结构订单块的一个情况 打开来看 这里呢 唯一参考主要价在主要价在昨天位置1400的位置 只赢看到前低 120 120 或更例价格 短期来讲 这段多头已经非常弱了 那最后最后我们再看一点 就是美股啊 美股基本上现在呢 昨天又有很多破位了 SBX已经破位了 但是破位之后 有一个收回动作 有收回动作 这边有可能往上探一探 或者回补一下缺口 才继续跌 因为我们看大级别啊 我们要了解到大级别的低点 你要注意啊 这个低点是多重要的 你看SBX 它这里是一个底背离 对吧 这边是一个底背离 然后产生一波拉伸 对不对 那这已经是发酵完了 你看这个底背离 已经发酵完了 发酵完之后 它这边甚至没头部啊 直接V跌 然后就打下来了 这种关键位置啊 它是没办法 就短大级别的低点呢 大概率它都是没办法 是一根针就可以止跌的 就像我们比特币好了 我们比特币的17500 这种大级别低点啊 大级别 非常大级别 就是非常关键的阻力背 就是关键的这种前低 它大概率不会是一根插针就可以收回 就可以涨的 它都会需要跌破之后呢 有个结构 收回 套了对头盘 才拉上去 因为上方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套了抽发太多了 如果一旦被跌破 一根插针 你就期待它能收回啊 很困难 所以短期来说 我个人认为 美股 比特币都非常不容易乐观 那就是观察这一周 有没有做空的机会 有反弹的话呢 你可以考虑左侧空 左侧空的话 你的止损就带在 20383 最高价 那右侧空呢 就是跌破 18150 做追空 那我们都会在群组 做一个最低时间提示 好 那欢迎来加入 你喜欢的影片的话 点个赞 希望我们对你帮助嘛 对不对 好 我们下期客人见 欢迎加入学习 拜拜